一起进入邱比特问卷 李总 你们两个放在一块 没有一个逻辑是对的 对吧 你说言不由衷 有多狠 你说我买的衣服 不就是为了你好看吗 结果呢 你说我穿这个裙子 所有人都说好看 就你说不好看 那你不是故意气他吗 你是真的是照着他 想着买的吗 你更搞笑了 对吧 什么都是 这还行吗 或者行吗 然后还怕说错了 犯了错 你想想你跟他两年了 你不知道他喜欢什么 就算你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你就是他喜欢的 说喜欢不行吗 你非要抬杠 杠精是什么 杠精的灵魂 是世界上最虚弱的灵魂 因为没有人理你 没有人认可你 这时候你非要杠 来显示自己的有知 价值 有意义吗 而且你在自己 最爱的人身上杠 这更是愚蠢 对吧 而你这个女皇呢 不但不愿意挤地铁 弄错了还要训下属 对吧 你住一个住房 还要住两千块 我听完我都快怒了 我大学跟你差不多年纪 来北京 上新东方考这个美国的GIE 租的就是那种 城中村的农民房 那个冬天升炉子 有一次他把自己熏死 因为冷嘛 冻得不行嘛 最后只好自己去升炉子 你看起来 你想来北京 你上进 这个是对的 开拓事业 但你把钱花在哪儿了呢 我那时候租的真的是 连窗户都附 都漏风的那样的房子 我把钱花在买书上 我那时候在 北大门口的书店 天天逛天天逛 所以我那个破床上 全部都是书 这叫真正的上进 你们两个在一起 我觉得没有未来 一个不依不饶 一个一点都不让 我觉得你们两个各自 要想清楚 自己要的是什么 自己想找的是什么 好 谢谢 谢谢丽总 来 珊娜老师 我常常碰到 大学生的这种恋爱情况 我经常会用就是 赵川老师说 我们是老了的这一套 在说服你们 所以今天我特意 在听你们 整个问题的时候 我一直在想 我大学的时候 也谈恋爱 那我大学的时候 恋爱怎么没谈到 这么糟心的情况呢 我想明白了 我大二的时候在干嘛 我大二那个时候 忙着参加比赛 然后呢 忙着学生会的工作 然后呢 再憧憬说 自己的未来要怎么样 要找寻什么样的方向 我到底要做什么职业 我是不是要继续坚持梦想 就是我每天的生活 好像都很忙碌 然后我也没耽误谈恋爱 而我谈恋爱的过程当中 更多的是什么 我们是分享彼此喜悦的心情 吵架闹矛盾也有 可是吵架内容 绝对绝对不会是 为了生活费或者金钱 我就觉得你们现在 把太多的精力和时间 放在了过日子上 性格决定命运 为什么两个人 就在抬杠 抬杠抬什么 就是一遇到问题 第一个想到就是 我把责任全推卸给对方 然后我第一个想法就是 我抱怨对方 而抱怨 本身就是一味毒药 它会消磨掉你们所有的意志 所以年轻人 现在刚二十多岁 我们不要二十多岁的时候 就活出六十多岁的状态 就开始抱怨命运 真正未来能够成功的人 他们一定是 办法总比问题多 遇到问题的时候 我先想怎么去解决 而不是先想抱怨 而且成功的人 一定是非常乐观 积极向上的 他们永远相信 我能够处理得了 我眼前遇到了麻烦和问题 谢谢珊娜老师 我们都会抱怨 对 但不是常态化的抱怨 我刚才真的恍惚了 还以为我们现在大学 已经开设抬杠专业了 女生 你们两个人这样抬杠 互不相让 在一年的恋爱过程当中 是常态化的吧 是 经常是这样 对 另外 女生也好 男生也好 你扪心自问 如果你真心是深深地爱着这个女生 即便你从小 就有抬杠的嗜好 你也会收敛自己 你也会 克制自己 因为 这是一个你最爱的人 所以你会包容迁就 你明明知道 他很无理 你也不会说破 即便是你看破 这只能证明 你们两个人的爱情 只是在玩家家 还根本谈不上 两个人情投意合 我们真正 那一种纯粹的 美好的 温馨的爱情 所以你们两个人最好 今天 到了这个场合 就如立总说的 一拍两散吧 好 谢谢波红兄 米娜老师 好 你们俩在这 喋喋不休的时候的 这一种状态 在你们身上都看不到朝气 怎么会有年轻人的日子 过得这么无聊 状态 这么低迷 灵魂呢 热血呢 朝气呢 对未来的憧憬呢 爱呢 愤怒呢 厌恶呢 什么情绪都没有 是什么把你们消磨成 这个样子了 今天我们所有的人 都在回忆自己的青春 我在你们这个时候 比你们年纪还小 我那个时候 我是砸了铁饭碗 公务员不要 出来做编辑 就因为别人觉得 我可以做编辑 拿的工资多点啊 那住的真的是 很差很差的房子 楼下是缝纫工 夜里是 哒哒哒哒哒的缝纫工 然后那一种 拆迁的房子 我住二楼 每天夜晚 我就听着楼下的缝纫工 加班加点的缝衣服的时候 我在写小说 我连公交车都做不起 我在大学里头 我买的是一个自行车 二手的 每天骑着自行车 去出版社上班 为什么要那么做 因为我需要的是 向家里证明 我可以砸了铁饭碗 不要家里一分钱 我得靠自己挣的那点工资 维持我在一个大城市的 基本生存 如果我都不能够 在经济上独立起来 我凭什么向他们 要人格的独立 让他们相信我 放我自由 你们呢 你们讨论的时候 你们为你们的未来 做什么了呢 租要租大房子 急地铁 闲累 我不知道你们接下来 这个恋爱有什么 好调节的 你们接下来 需要调节的是人生 是你们的 其他的三观问题 工作究竟是怎么办 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关于爱情对你们无话可说 谢谢宁大老师 老师们都说了啊 我只补充心知 好吗 所谓的心知是这个 因为我那单位里面 有实习的 有这些孩子 我见他们我才能明白 就现在真的这个 向上的大学生的生活状态 是什么 租房子需要压一付三吧 四个月的钱就没了 条件好 说是拎包入住 他还得添很多东西 你想什么都没干的 一万多块钱就没了 所以你知道 人家真来北京实习 见习找工作的这帮孩子 你知道他们都怎么干吗 青年旅社 而且还是青年旅社换着住 一个床铺多少钱 行李随时打好的 我今天去这个单位面试 那儿有一家青年旅社 有一个什么样的公寓 便宜啊 拎包我就住进去了 后来发现在北京 有一大批这样的孩子 那真是面对生活了 我是想说 我们要积极地去面对生活 我们千万不要 以要创造生活为名 然后行享受生活之实 你们现在都是在享受生活 真的没有创造生活 而在你们这么年轻的时候 就是创造生活 在创造生活的过程当中 好的爱情是动力 不好的爱情就是泄力 你们自己看 你们的爱情是什么力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其实吧我觉得 你们能不能这样的心灵地 我们就 creep一个人 你这样做的事 我们就这样做的事 这都很不幸 没问题 我们两个人 inalouいは 把握人会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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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岩头 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